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将会是一个超大型的空瓶剂 因为已经三个月都没有拍了 而且我们已经把我们之前同货都用得七七八八了 除了几个别的是那种夏天用不了的 太润了或者说太油了 只能在冬天用的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空瓶了 或者说在空瓶的路上 再说空瓶之前 大家可能要先习惯一件事情 就是我剪头发了 尤其是剪了刘海 我头发其实是前些天已经剪了 而且我在微博上也发了照片 就是剪的惨不忍睹 参差不齐 真的这是心都在滴血 刘海其实是我昨天晚上自己剪的 我本来想说头发特别长 然后把它剪短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散下来 稍微有一点点形状 这样我平时散下来 不用一直扎的马尾 就头发会特别疼嘛 现实的情况是 它剪了之后还不如不剪 就是剪完了之后 我更放不下来了 那个层次特别的明显 你就算把头发扎起来 它也是那种一层一层的层次 你知道 就是特别特别可怕 而且前边的有一层头发 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的长度 就有点尴尬 它也不是说到这里很不好看 我昨天晚上呢 我就是左思右想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想把头发放下来 又放不下来 我想哎呀算了 心一横 我剪个刘海吧 其实我自己剪刘海 已经是这是第三次了 我之前是剪过刘海的 所以我也不是说特别害怕 把它剪得特别差或者特别坏 因为最差最差的就是说 你把头发就是刘海再撩上去 然后发卡一卡嘛 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但有一点的是剪了这个刘海之后呢 可能熟悉我的人 或者说我的朋友 甚至说Christopher 大家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因为剪了刘海 确实人的这个样貌跟感觉 其实就会差很多很多 就连我自己都需要适应那么一小段时间 更别说Christopher 他过些天一推门进来一看 哎这是谁啊 不认识了 我老婆去哪了啊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理发师剪完之后 我的头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剪的这个层次呢 他集中在这个上片区域这个地方 就是差不多这个长度 他是比较有层次那种 但是呢 他下面完全就是齐了的 就感觉有一点像是说 本身我的头发是这么长 然后我接了一段头发 然后接到了这么长 下面是齐刷刷的 就是一坨头发 所以我有在考虑 要不要回头找我一个朋友 帮我把下面这些都给他修掉 就是就是把它修掉这么短 等一下啊 我抖一下 你看 就你抖完了之后 你这个头发能差不多这么短 我就看他能不能帮我把下面这些 就是太厉害地剪掉 因为我自己还是不太敢剪的 因为毕竟后面看不见嘛 之前我有一次短的头发 其实就是我的朋友帮我剪的 我感觉他剪的还比店里面剪的要更好一些 所以比较放心他来剪 好了头发不说了 就是如果大家看不习惯的话 就多看看 下面呢叫丈二八前的开始说空瓶了 我的皮肤是油皮 生理器会长痘痘 毛孔粗大 肤色呢算是黄二白 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黑一些 因为我比较容易晒黑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会先从护肤品开始说起 跟着护肤的步骤从卸妆 一个一个往下说 首先卸妆类的是用完了四瓶 第一瓶呢是这个爱天然的这个卸妆油 175毫升的 我其实是从去年都用到了现在 因为它比较便宜 所以我里面有一半是用来洗刷子的 它卸妆力度其实算是不错的 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有一点误会 它会让我长痘痘长闭口 但好像后来再用的时候 就发现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平价的卸妆油 它还是蛮好的 第二个呢是目前为止 用到过我最喜欢的卸妆油 Bobbi Brown的这个卸妆油 我这个是小套装里面的一个 30毫升的小瓶 它油感最低 乳化最快 而且卸妆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卸完了之后脸就感觉就很 就挺干净的 这个目前是我最喜欢的 但它就是稍微贵了一点点 我后面可能会再尝试一点 其他的卸妆油试试看 但如果真的没有比它更好的话 那我就会就用它的大瓶 第三瓶卸脸的用完呢是这个 贝德马的卸妆水粉盖子 250毫升的这个 这个其实应该非常非常出名了 我只是说在泛滥的时候会用它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拿卸妆棉一擦就行了 这个其实可有可无 我是喜欢用它的 但是不会说每天都用它 最后一个呢是一个眼唇蟹 是simple的 它是水油分离的透明液体 这个我其实还有一点点还没有用完 是因为我实在用不下去了 我还不喜欢这个 它第一是对眼睛我感觉有点刺激 每次用完了之后 我的眼睛会有一点点肿 而且会有一点痒痒的 第二呢它其实卸妆力度没有特别好 我之前用过很多罐蓝蔻的 我觉得蓝蔻的要比它卸的很好得多 虽然它很便宜 但是我也不会购够了 这应该是我自己尝鲜尝失败的一个 我只用完了一管这个截面 但是它是正装 150毫升比较大的一管 是Q's的高保湿系列的这个截面 哇这个截面真的太好用了 这个截面简直太好用了 这应该是我用过除过福利方斯之外 最好用的一个截面 它这个是适合所有肤质的 我是油皮 但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洗不干净 我是早晚都在用它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一点都不刺激 尤其是我在洗脸的时候 我会带着眼睛一起洗 其他的洗面奶 我说实话 在眼睛周边洗的时候 我不敢睁开眼睛 但是这个我可以光明正大地 睁开眼睛对着镜子洗自己的脸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几片之后就是爽肤水了 但这几个月因为跨了季 所以我之前用的是比较适合冬天的那种 爽肤水 柔肤水这种的 就是现在其实不太适合了 所以我相当说用了一部分 然后就放在那里 没有空瓶 但其中有一款小小的这个小样子 这是套装里面的 是40毫升的切尔士高保湿系列的 这个我是把它用完了 就是咬着牙用完的 切尔士我用过的产品 我基本上都觉得还OK的 而且有的甚至是我一直一直在回购的 非常非常爱的产品 但这个高保湿的爽肤水 我没有办法用 因为可能确实肤质也不太适合 我看有人说它是适合干皮的那种 所以像我这种油皮 它是吸收不进去的 而且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手拍然后用湿肤 或者用擦拭的方法 基本上都试过了 都不行 所以这个产品我也就放弃了 现在好像还剩了一个底 但是我不太会用了 但对于我这种油皮毛孔粗大的 切尔士他们家的进展化水 绝对是最最最最最 最好用的爽肤水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爽肤水之后我先上眼霜 这次我空了三罐眼霜 看起来很多 但其实其实不是 因为有两个都是那种小样的 第一个是Pharmacy的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我用过 这个第二罐还是第三罐 我觉得还不错 挺好用的 因为对于眼霜来说 我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我没有说要去去皱啊 或者说消灰眼圈的这种需求 我只是觉得让它保湿 其实不要起干纹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还有一个用完的眼霜呢 是Bobbi Brown 也是之前那个小套装里面的一个小样 它这个是七毫升的 对 Hydrating的那个系列 就是白色的保湿款的 然后这个眼霜其实也还不错 但是它价格稍微有点点贵 如果你买它正价的话有点贵 我可能不太会去买 但如果它打折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去买的 那最后一个呢是Estee Lauder的这个 Daywear这个系列的眼霜 它也是一个小套装里面的一个 5毫升的小样 它是有点淡蓝色的那种 褶状的高体 用起来也很快 我觉得它没有刚才那两款的保湿效果好 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回购这款了 这次空瓶了一个50毫升的雅士兰黛小棕瓶 小棕瓶是我冬天最爱最爱用的精华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油皮 用小棕瓶会不会厚啊 会不会闷啊之类的 我其实觉得完全没有 以前呢我也是觉得我是油皮豆豆肌 我就需要说用清洁力特别强的 然后去角质的 然后去豆豆的 就是特别强效猛的这种东西 在我的皮肤上用 但是脸就越勇越差 豆豆越长越多 毛孔越来越大 慢慢的我才知道 虽然我是油皮皮糙热厚 但是也是脆弱的 还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这么一直用那种特别刺激性 特别强的东西的话 其实脸就真的就损坏了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主要关注 保湿跟修复 维稳这种 那我觉得小棕瓶就做得特别特别好 我毕竟是油皮 所以用量会稍微少一点点 其实这50毫升还是挺耐用的 所以小棕瓶真的是让我能安心的精华的首选 那接下来是面霜 有三个空瓶的 先从这个切尔式的金展花这个面霜说起 这个金展花面霜 其实我觉得对我油皮来说 最合适的是冬天用 因为它保湿效果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它也不会搓泥 反正我的使用感是真的还蛮好的 但到夏天之后呢 我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油 我中间停用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我别的这种小东西都用完了之后 没得别的用了 我想说算了就把它用完吧 所以就开始用量减少 就把这个用完了 如果你是干皮 我觉得你冬天夏天用应该都可以 但是油皮来说 这个最好还是放在冬天来用 那接下来是雅诗兰黛的这个 小黄瓜系列的面霜 7毫升的小样 跟刚才那个眼霜是一尖的 是个小涛妆里面的 这个东西很轻薄 我感觉不出来什么东西 就好像无功无过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存在感不强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一个乳液了 它是李富全的一个15毫升的乳液小样 就是Sensitive Cream的这种 light的一款 我本来对乳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感 但因为可能它是比较清爽内挂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油 所以这个我以后可能会去买一个正装回来看看 但它冬天是不够用的 所以只能在夏天用 现在是夏天 防晒也涂得起 所以我三个防晒都用完了 这个是之前 呼呼笔从货里面 大家都知道的 我所有的防晒了 全部都用完了 哎呀我太开心了 中午用完了 因为我不喜欢它们 它们都还挺出名的 一个是自生堂的蓝胖子 一个是安黛晒的这个 金瓶的涂改叶式的 它们两个共同的缺点呢 就是有一点倒拔干式的油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涂改叶 这里不太适合我的这个肤质 感觉上你涂上去一层好像很干爽 但是立马它就会 就是从内而外 它就开始冒油 这个小金瓶的这个 相对来说稍微更干一点点 感觉你的油没有发出来 因为脸上崩了一层很干的 就开始甚至能干到起皮 但是这个呢 它就是从内而外 就是油光满面 哇这个真的不行 我后来这几个全都是涂身上把它涂完了的 安黛晒有一款它是牙膏状的那种 金色的也是 我之前用过用完了一大罐那个 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用的 那个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 它是乳液状的 所以我以后不太会买涂改叶状的了 那接下来是一个面膜 我们用完了一大罐这个Lush的蜂蜜薄荷面膜 之前Chris在视频里面 他也是有经常涂这个绿色的面膜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它是清洁跟保湿共同功效的 一点都不会觉得刺激 而且清洁的非常干净 也同时有保湿的效果 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 万年推 而且它也不贵 挺便宜的 我们这罐是315克的大罐 号称天然的东西 所以最好是越新鲜越好 不要去买这种大罐了 你小罐小罐 一个小罐一个小罐买就行了 五个空罐 然后拿到店里面 它会给你换一个新的面膜回来 最后脸上的护肤产品呢 是一个 Lick Balm 就是一个唇膏 这可真的是用的天荒地老 你们见过 它这个Pen这么大吗 22克的一个大的 铁罐子 难怪它的保湿漆 写的是开罐之后30个月 这个没有一两年 是用不完的 虽然它很好闻 但是以后 不会再买这么大罐的唇膏了 尤其它是这个长口的 你用的时间太久 感觉也不是很卫生 刚才说面霜的时候 漏掉了一个东西 因为它太小了 它是莱波尼的一个5毫升的小样 也是之前我买另外一款面霜的时候 店里面送的一个小样 虽然说它特别贵 大家都说特别好 好像是一贯掉 5000多块钱吧 应该是 但毕竟5毫升这么小 其实我也用不出来个所以然 我自己应该也 不会去买那么贵的面霜 因为我知道 就是皮肤本身的底子 不是特别好的话 不可能说用完这个面霜 它能让你从这个地方一直 好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肠先尝一尝就散了 那护肤品就都说完了 我现在快速过一下身体的跟头发类的 身体第一个 沐浴液超市牌子的 比较便宜 一般般 不会回购 身体乳的有三个 这两个都是套装里面的 反正有了我就用 因为在挪威确实很干 冬天夏天都需要用身体乳 冬天可能还需要用更油一点的 比如说身体油之类的 夏天就用身体乳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面乳液 就是它是一个乳液 但是在脸上用不是很好 所以就直接我们就把它涂身上 我们就把它涂身上涂完了 接下来呢是护手霜 这一个小小的 切尔氏的30毫升的一个小护手霜 我觉得它其实不错 它滋润度很好 而且一点点其实就够用了 我觉得它不比欧书端的护手霜差 接下来是洗发水 一个超级便宜的洗发水 用完这个洗发水之后 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以后 也不能对头发那么差了 也不能瞎买乱买忙买 因为我的头发跟我的皮肤一样 都是特别油的那种 但是我买的这个又是特别特别润的那种 它是偷偷repair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个 应该是在超市里面 我随手就是抓了一个过来 但是用完这个 就刚用了几天 我的头顶开始就是有长那种 特别大的包 然后按起来还有点疼 我不知道是因为 就是太油的缘故还是怎么样 但是后面我就是坚持 把它用完了之后 我就决心不能再买这种了 而且这个用完了之后 我的头发不会特别蓬松 就不会特别轻松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也会开始专门去挑 适合我发制的这种洗发水 那最后我的空瓶呢 就是彩妆了 一共有这么多 两个唇膏 一个修容棒 一个眉笔 还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眼影刷 但是我会有一个专门的系列 是多长时间用完彩妆 所以这些彩妆的空瓶 我会详细的放在那个视频里面去说 很多人一直在催我那个系列的视频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现在盯着在空瓶的彩妆 他们都还没有空 因为我没有办法拍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着说另外 起码有一个或者两个东西 在空完了之后 我就放在一起跟大家来说 所以大家就是有耐心的稍微等一下 我的空瓶呢就都说完了 现在开始说Chris的 本来我想说从这个空瓶机开始 就让Chris自己说他自己的部分 但是好巧不巧说 他现在在外面跟表哥图布 就他人也不在这里 我也不能等着他回来之后再拍 所以我今天就还是代班 把这次的空瓶说了 相比我来说 Chris的面霜真的感觉是像痴一样 来瞅一下 他用完了四罐 而且有两罐都是大妆的 就是这个Chris高宝是面霜50毫升 B.O.全的 他好像是那种 就是精华乳液还是什么的 50毫升也是 另外有两个 一个是Lumini的一个 好像是冰岛的一个评价品牌吧 一个是B.O.全的这个小的面霜 这两个都是15毫升的 其实这里面只有这一个 是他自己主动想要用的 当时我买回来那个套装里面的时候 这个就直接分给他 给他用了 而且他这个已经 现在应该用到第三罐还是第四罐了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 另外这三个呢 其实都是我塞给他的 B.O.全 讲真的有点奇怪 就是他的设计 跟他的产品的质地的感觉 褶状的 我以为会比较适合我这种油皮 但是在我脸上打架 就是搓泥非常非常厉害 这两款我都试过 但是在我脸上都不行 后来我就给他用 我就跟他说 啊 很好的牌子 就是特别好 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个牌子 觉得确实是不错的牌子 他就自己在用 觉得他说他用起来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他就给用完了 这个下套的面霜呢 就我骗他没骗住 他也不喜欢用 这一百个不行愿 终于把它用完了 你看他这个都掉色了 他用完了一个POLO的这个香体棒 对 他好像用的也不是很快 他真的对他的头发是一种执念 之前跟大家说说这个牌子 这个系列 他就是真的认准了一个东西啊 他就一直用这个东西 连换都不带换的 两个洗发水 一个护发素 还有一个润发乳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买不到 但确实是不错的产品 我后来买了一个适合我的 就是发质的那个洗发水 用了确实很不错 所有的空瓶就都说完了 我的空瓶器呢 是有一个表格 之前也给大家看过 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已经把这三个月的空瓶都录进去了 最后我也会给大家放一个 综合的一个数据吧 如果大家想看关于表格的详细的内容的话 就可以看我上一支空瓶器的这个视频 其实真的没想到 这才几个月 我之前所有的囤货就都用完了 而且有很多类别的东西 我都有重新去买了一个新的 因为没得用了 本来呢 我想说去买东西的时候 也给大家拍个视频 就看一下 我把所有的囤货都用完了之后 我又去买了哪些东西 但是呢 问题在于 第一个我空瓶不是说一下子都空完的 我是陆续空的 所以我买的东西也是陆续买回来的 另外呢 我现在还有几个类别 尤其是护护品的 我还没有完全找到 我自己并不可少的那个产品 或者说那个牌子 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在尝试着用 有可能现在也会采到雷瓶 所以现在拍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所以呢我还是说等到今年年底 最后我总结出来 我用完了多少东西 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同时呢我也知道每个类别 哪些是我最最最必不可少的 我那个时候再去采购 再给大家看 就大家就真的知道 哪些是真爱 哪些是真的值得说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